今天不剪了 前面不剪了 大家好 今天已经是回归27年 李嘉超当成两周年的最后一天 这么巧的 你不要说我什么阿超 我都很公道的 是那句说那句 美丽新香港现在两年了 什么样子 这么巧看到这几天的新闻 我是一个评论员 是不是 那些人开始说我照着你射着你 你超廿摩你搞成这样 是不是摩 摩头才可以搞成这样 刚才我好地地 别人搞市集七月一号的假期来的 来又帮到本土经济了 就算有人搞香港加油 做一些黄色的物品出来卖 就有够了 就是有够了 对不对 我的阿伯说话你忍得住 你不忍不住而已 对不对 很多人还是很怀念这个旧的香港 是不是 你做得好就可以了 你不忍不住嘛 你做得好 香港人真是很忍不住的 中国人都是很现实的 不要说香港人 北京人 我们经常说帮他们悼念六四啊 死都搞定了 他们还不忍不住的 有没有呢 除了死亡者家属 还有一条顶住 是不是 那没有的 知识群子还会关注的 香港也是而已 现实逼人 是不是 大家不用做 不用吃 很多人自杀 你看有没有因为政治理由了几个 政治理由了几个大家都知道了 耳熟能长 庄黄生那个 插人 然后自杀那个梁徽 是不是 诸如此类 几健 周子乐 我们记住 这些一定要记住 但是你不会天天天讲 始终要面对整个社会变化生活 那现在我们要面对嘛 两年了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怎样才行的 好了 就是今天而已 这个杀 咦 这个邓炳强 李家超的那些 恶意啊 你这个杀马利亚会恶意公布措辞在我 今天 最后那天 两周年前 一直在那儿铺陈 现在很行啦 很行啦 是吧 就是香港你说行不行 我觉得是很不行 很不行 为什么现在还行呢 没有整个世道 你说很不行 怎么不行啊 很多事情不行 结构性 慢慢就会衰落 是不是 是不是一天半天呢 现在都在衰落的 不过市面还是基本繁荣啊 人来人往啊 人人都有公翻啊 但是生产力怎样啊 整个经济架构怎样啊 因为其实很简单 丢几千亿 那就可以遮掩所有问题 暂时 是不是 你说 哎呀 没有生意啊 那就自己起一下基建啊 那就行啊 糖水滚糖鱼 跟大陆做一下这些 你又派人过来旅游 我又派你过来旅游 总之就是做一下这些事情 但是长语来说 行不行呢 整个社会结构呢 那我们这些 当然看得远啦 一定要讲一些宏观的社会发展啦 好了 最简单就是 你现在有什么理由不断施杀的呢 美丽新香港 你要讲到香港好就好了 你怎么面对这些残酷的现实呢 更残酷呢 基本上是 小孩又死 年轻人又死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报告呢 老人又死 哎呀 混蛋了 老人死得最多 四成 在事实里面 六十岁以上占四成 是不是 六十岁以上占 男的 多个女的 大家来时 就是我这些高危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自己虽然 无论我这个视频多人看少人看 我相信你看得的人都不轻易讲自杀 是不是 你是真的才好 不要骚扰我啊 你可以留言啊 诸如此类啊 甚至有PM我啊 我不会告诉你解决到问题的 不过我想想想 理清一下你的人的思路 我的能力还是有的 是不是 大家的思路差不多了 上了年多了 是不是 生命就可贵 无论怎样都好 自杀呢 我就不赞成 但我赞成 即是安乐死了 即是如果你真是很不碰啊 个人 差不多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无论 给医药强硬着命呢 没什么意思 你选择早点死 或者你真是生无可恋啊 这样 给你一个权利去自杀呢 很多地方有这些 香港还没进化到 其实还没进化而已 讲完这个自杀 防止自杀会的报告 是吧 长者男性自杀比率呢 占最高 二十至四十九岁 男性大增到四百宗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昨天公布的 二零二三全港自杀死亡人数共二零二三 二三 哎呀 去年 安慰抗之后啊 其实现在是 这半年如何呢 就一千零九十二人 创十年新高 你死不死呢 黑暴的时候不死的那些人 多兴奋 你看看哪年是最低 一定是被自杀那些都算了 都是最低 自杀率是十四点五 即每十万个人呢 就有十四个人到十五个人自杀 平均每日呢 二百九一九人含家产 二百九一九人 我懂得负责收私的 人工挺好的 原来在政府部门是专门叫执私队 人工很好的 大家来试吧 是吧 但是你愿不愿意做呢 每天出去 每天都在哪里有人自杀了 真的要整个部门应付它 你不是整个部门啊 你不是整个部门啊 一人整个部门啊 一人整个部门啊 大家研究的话 可以 一个政府部门是负责收私 哎呀 你知不知道 是有这个部门 在承还处 所以香港真的什么都有 十到二十九岁青少年的自杀率也是2016年的新高 你问为什么人生最辉煌啊 最开心啊 你现在你问我 你问我呢 我看年轻小孩 当然已经没有啦 又没有教书 没有直接接触啦 代代的想法都不同 那没法自己用啊 跟他们讨论啊 聊天这些方法去了解啦 但是你问我 看到他们 基本上他们的物质条件啊 是不是 我们小时候怕没有烦猜啊 没得玩啊 十几岁的工厂做事啊 不家产 他们是 课程多到呢 我小时候那么多玩就好了 不家产 是不是 我到二十几岁才开始学游泳啊 玩啊讀木舟啊 跟着 学一下阳毛球啊 足球啊 因为在 啊 去了政府工那里有蛇出去 同事去踢球啊 那我不懂踢的 踢踢又懂得踢两脚啊 那遍觉就去义毛球啊 义毛球在流费的时候 见到人打 我又打 打打敲我又懂得了 而且打得挺好的 迫球啊 这些吧 我先懂了 认识怎懂呢 就是人打我就 rise 然后呢 咦 他不好啊 到中年去读书,中年读书的时候,大学有些福 不是,在中大教书都是有些福利,有些班 先生可以加入,学生可以加入,中大教的时候 港大学了碧球,中大学了羽毛球,榜球 大学多好,你起码有大学中学,以前我们小时连大学中学都没得读的 师子三十四成,我的年纪是两个,再下一批 现在比六十岁开始多数有大学,钱也比较好 但是老的那批基本上香港政府没什么老人政策 现在就把他赶回大陆就算了 去年自材率占最高,六十岁至四十岁超过四成 根据市场培训庭,2023年一共有1092宗死亡个案 比2022年上升了12宗,那是什么原因呢? 薩玛利亚会就说这个是令人担心的 有不同的说法,基本上为什么老人多呢? 就是男性自杀率高一直就趋势了 就是我的妈妈 子男士面对困难竟产生自杀的念头 那个实能力的心围是很大的 就是自尊,还是上一代,现在也是 就是男性的角色令到你压力很大 但是现在社会进步,最少你生存没问题 是不是?但是他破产、拿中门那些 接受不了,威贯那些,这个就是自己的问题 这些东西开解一下就没事了 那主要的问题是家庭、经济、精神健康 就是自杀危机主要,节目1300宗介入了 诸如此类去年,那就是有些什么需要说呢? 那都没什么了,学童自杀都上升 那2023年呢,就有43宗,10至19岁,诸如此类 那现在呢,就2016年是最高 那主要就是什么呢?现在是上升而已 不算那些数字了,就是说呢,我不同意的 这个结论,这个曾展国防智者会那个 就不要说感到,这些是老生常谈都很重要的 感到学业成绩唯一,证明自己能力的指标 那现在DSC一学过了,以前就是中学会考A level 是不是反而好一些呢? 当时就说考试压力太多,结果就变为一个考试 中学毕业,一事定生死,禁制 当然不是啦,你喜欢读多年,再考过就行 你觉得自己不是读书,你好像找其他 找一些兴趣,读书好不读书好呢? 是不是?体育活动都可以找到吃的 现在教人这种运动,那种运动 是很多的,其实 那是不是小孩是什么呢? 呼吁社会的小孩呢?其实是另一个话题来的 他太简单了,就是说就是证明 永远都是的,你跟那些小孩比,觉得自己不够为人 那些教育制度是如此如此 为什么不是因为他唱过歌 觉得社会没希望呢?十到十九 十岁到二十九 是啦,这二十年的人,又是升了的,自杀率 是,那呢 是不是跟失业有关呢? 那黄智社会就说未必,未有数据可以分析 他个人就认为呢,失业率虽然低啦 但是经济压力是不是真的低呢?又未必的 例如高息,加上楼价跌工楼人士压力大增呢? 是吧?那也是可能的 但是呢,他的经济压力呢 就是来自,就是经济OK 跟失业呢,就没有必然关系 在这次他没做过研究而已 好了,就,认为多少整体社会气氛不佳 就是政治的问题咯 这个我相信是重要的 以前就,整体的气氛就向前的,整个社会 现在就,你问,那我们这些KOL都有责任吗? 肯定这么放负,除了我 我放完负又放正的嘛,政府交替的嘛 人生就要如此的 政府当然是永远唱好啦 但是呢,你都不要做一个永远唱坏的KOL 负能量 负能量是感染人的,不过他们不知道的 哎,收拾好啊,我多说这些坏东西 那你那堆人而已,诸如此类啦 总之,客观点啦 我觉得很多是,尤其是移民那些 可能他们自己很负面,看得人生 这样说呢,我说政治是负面的了 不用说,我们同意的 但是你说整体生活在这里是不是很差呢 你纯粹说生活就要和全世界比较 那大家要问一下其他国家有亲戚朋友 那那边生活怎么样 那边生活很好啊,很愉快啊 那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 有些又说,你看新闻 有些又说生活不好啊,诸如此类 那很简单而已,如果你觉得,喂 我这里很差啊,那不用自杀的 那你就移民咯 可以的嘛,你开始计划 你说,喂,说是二就移啊,当然不是说是二就移啊 但是你规划 穷有穷的义,富有富的义,是不是 移去哪,这些全部的规划 作为一个目标,是不是 当你有了目标 那就不是那么容易死了 最多我就移去其他地方 但是呢,也都看清楚 可能其他地方那些都想死了 不过告诉你 只是讲正能量给你听 那你自己搞清楚了 搞清楚本身呢,就是一种理性 就是,很差,差成怎样了,是不是 我是不是要走了,是不是要放弃了 放弃那份工他了,拿中缓算了 或者我这份工都是够了他了,是不是 就是切法之所以,再创新门河 总之就是你肯想这些东西呢 懂得想东西呢,不用懂得想的 个人就不会容易说,去死了他了 不行不行,破产咯 破产咯,破产就再想过而已 总有方法的,是不是 好了,男性教女性自杀高 即是男性不会将,这些老生在谈,是不是 不会将家人啊,谈素啊,这样 要维持强势尊严 我不是很同意的,这位曾展国 现在不同了,我觉得不同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是不是 是不是男性就一定是很刚强啊,这样 你看到那些小孩群都已经不同了 是平等了,是不是 就是不一定要有尊严,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理由 多点研究吧,至于长者自杀率高他 他相信呢,因为健康问题啦,是的,不一定 伴侣过世啦,孤独啦,这个是的 直言大家都知道移民池走到子女 只剩下一些长者在那儿,死了没有? 吃穷共产党,留下整批老东西给共产党 你搞那么多东西了,是不是 老东西又不读书,又不做事 又做不到东西又读不到书 跟着呢,又不能够参加社运 想参加都不行,是不是 你开放示威游行,等我组织老人家示威团,行不行 是吧,等老人家出来试试威,咬呀,这样 发泄情绪行不行,不行 按住拉,是吧 拉组织那些,拉老人家你不敢啊,老爷子发恶 拉组织那些,是不是 好了,唉,自杀的形式是怎么高处墮下 就是跳楼啦,571宗,吊颈,烧炭 加起来,246,137,240,说吊颈这么多 职业方面,未能分类 74宗无业,48宗退休,47宗蓝领 那么,七一宗和精神病有关,总之是一样东西 即是没有特别的群体啦,总之呢 总之是整体的自杀率是高了啦 那么巧也是阿超两年 两年的得证之下呢,整个美丽新香港大家好好呢 只是这些,他也不要紧要啊,他自己很舒服啊,开心啊 明明很好啊,唉,人生的巅峰 为什么那些人被自杀呢 那你自己的阿伯啦,我,阿伯那样 过几年我退休,拿着大件现金,是不是 是去不了美国旅行而已 我还可以舒服啊,回大湾居里面 你现在没问题啦,你看看这个社会 我们没有责任的,当然要问你啦 好了,另一样要,要问这个,讲完这一样啦